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华著比目鱼 并母微课堂 我是何永强 从今天开始呢 由我为大家带来Navisworks施工管理应用 从这个字眼中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套教程主要是教大家如何去应用和管理并母模型 对我们的设计和施工过程有很大的帮助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扫一扫屏幕右下方的RV码 关注一下华著比目鱼的官方微信平台 好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教程 那这套教程呢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础与简介 第二个部分是高级应用 第三个部分是动画制作 第四个部分是施工模拟 好我们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讲解 那在第一个部分中呢 我们有以下几块 第一块是Navisworks概述 然后是基础 再过来是潮用功能 再过来是数理总结 好那什么是Navisworks呢 那我们看一下 Navisworks软件是由英国 Navisworks公司研发并出品 2007年该公司由美国奥特克公司收购 Navisworks是一款3D4D协助设计简示软件 针对建筑工厂和航用业中的项目全生命周期 能提高质量 提高生产力 Navisworks软件能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在工程设计中出现的问题 是项目工程流线型发展的稳固平台 支持市场上主流CED制图软件所有的数据格式 拥有可升级的灵活的和可设计编程的用户界面 好 从这些信息中呢 我们可以获得Navisworks呢 它是一个很强大的管理平台 那它的主要功能呢 是3D4D协助设计 然后呢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减少在工程设计中出现的问题 那它的数据格式呢 是支持有很多的这个格式 所以说它在模型整合上的这个优势是非常强大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Navisworks它有项目预览功能 还有支持设计仿真 还有项目这个分析 好 那我们这个Navisworks它常用的分为以下两款产品 第一款是Navisworks Manager 第二款是Navisworks Freedom 那它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Navisworks Manager呢 它主要是用作我们的3D4D施工管理 还有这个碰撞检测 也就是说 大部分关于我们Navisworks应用的一些功能 在Manager里面 它都能体现出来 它是一个相当于把全功能都开放的一个系列 那在Freedom里面呢 它主要是用作我们的 它是一个免费的浏览器 是用来查看我们的这个模型成果的 也就比方说 你做的一些3D4D 或者说是碰撞检查 那这些成果呢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Freedom去去看去观看 那为什么要去用Freedom呢 因为它的这个容量是非常小的 大概有有50多兆 那如果说你用Manager的话 那它会有3到4个G 那它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别人电脑上没有装这个Manager的话 你可以给它装个Freedom 那你就可以去查看你的成果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这些字啊 它说Network Freedom呢 它是一款面向NWD和DWF文件格式的免费浏览器 也就是说 这两个这个格式呢 是我们Network中的 它自带的一个文件格式 我们可以把它导出来 然后呢Network Manager呢 它是一款用于分析仿真 还有项目性交流的全面审阅解决方案 嗯 那它还可以整合多领域的这个项目 项目模型 然后呢 完备的这个四维仿真 动画 还有照片级效果的 照片级效果图的这个功能 可以让用户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施工过程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那Manage呢 它的主要功能有这么多 第一个是模型合并 然后是3D漫游 碰撞检查 然后仿真动画 还有四五D施工模拟 这里面呢 它的主要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一个模型合并 还有这个碰撞检 碰撞检查 还有四五D施工模拟 这方面的功能都是 其他这个软件上面 没有的 好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Network的基础 也就是我们直接 开开我们的Networks 然后去观察一下 在我们Networks中呢 它打开以后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我们去说一下Network的界面 它的界面呢 我们从左上角去看一下 点开它 它叫做应用程序菜单按钮 这个按钮上呢 它主要可以去新建项目 然后可以去打开项目 去保存我们的项目 这都是我们平常在别的这个软件上面也经常可以见到的 好 我们点击空白处 再过来呢 是一个叫做快速访问供给栏 它这个呢 可以新建 或者是打开项目 也可以进行一些其他的快捷方式 好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的标题栏 这边写的是Manager2015 然后这边是无标题 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打开任何项目 然后再过来看一下 右边的这块 这块叫做信息中心 那这一块呢 主要是和我们这个叫奥特克360 去相关联 就如果说你的模型 想放在云端的话 那你可以用一个账号 去登录这个奥特克360 然后把你的模型传到这个平台上去 那你在别的端 比方说是这个用iPad去观看这个模型 你就可以实实的去看到 你所传的这个模型了 好 然后下面这一块呢 是我们的叫功能区 这里面包含了我们Nelsoor里面 所有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要制作这个动画 或者说是一些渲染的 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叫做BIM 360 它里面叫做BIM glue 这个就是我们用作在平板上去看 然后呢 比较大的这块叫做场景视图 这个是用作显示我们的这个模型 再过来这边叫导航栏 也就是可以去 比如说是去放大模型 或者是这个局部去观察我们的模型 这上面呢叫做VCube 它是可以旋转我们的这个模型的 这些东西跟我们的Rivet上的 都是差不多的 好 那然后呢 我们比方说选择这个选择竖 然后点击集合下面的管理集 它会开开我们的这个叫做可固定装 窗口 我们可以把可固定装口给它拖出来 这个也可以给它拖出来 我们如果说拖动不了 把这个给它勾掉 然后再去拖动它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固定在某一个地方 我们放在这个位置 把它拖到这 拖到这个点上以后 它就放在这了 我们可以去固定它 好 我把这个关掉 好 这个也关掉 好 这是我们的Networks界面 再过来呢 我们要去说一个问题 就是在查看里面有个叫做工作空间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点击下面 比方说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叫做Networks扩展 好 点击它以后 它会把Networks重新开一遍 然后会把我们 它事先所预设好的一些窗口全部都开开 这就是我们Networks 这个工作空间的名字 叫做Networks扩展 好 那点击这个查看以后 比方说我们再点击它 选择叫Networks标准 好 那它就会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开开 但是它没有给我们展开到这个界面上去 它是这种最小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工作空间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会预先的设置好一些值 然后比方说我们的窗口应该是开着还是关着 开什么窗口 关什么窗口 它都会在这个里面预先给它设置好 或者说我们可以去点击保存 就是比方说我们点击它把它给关掉 这个呢把它也关掉 然后我们自己去保存一个工作空间 然后我们再去项目中点击到更多工作空间 然后去载入我们刚才所保存的那个工作空间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自定义我们的用户界面 这是工作空间 好 那再过来呢 那我们点击这个应用程序按钮 然后选择这个选项按钮 好 进来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所有关于这Networks设置上的一些问题 都是在这个里面去找的 比方说我们要去设置单位 或者说设置轴网 或者说设置导航栏 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去在这个上面去变动 好 我们点击确定 好 那我们去在PPT上去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在Networks基础中呢 我们讲到了Networks界面 它有第一个叫做应用程序按钮和菜单 然后是快速访问工具栏 是上面这一块 然后信息中心 然后是功能区 场景视图 导航栏 还有叫做可固定窗口 就我们刚才所开开的 比方说是选择数 还有像这个保存试点 这样都叫做可固定窗口 还有叫做状态栏 状态栏呢 是刚才我们这个界面中最下方的这一块 现在写的是就绪 它是一个状态 好 我们再往下 点击它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所说的那个工作空间 而这个工作空间中呢 它会预设几个工作空间 像安全模式 扩展 标准 还有最小 那它每一个这个模式中呢 每一个模式中的这个界面布局都有所不同 比方说扩展是为了我们高级用户去推荐的布局 那最小呢 就是为了去提供最多空间的一个布局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去选择相应的布局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就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凡是关于Network设置上的一些问题 都是在这个上面去改动它的 我们在后 在后期 有案例 用到关于设置上面的 我们会详细的去讲解到的 好 那今天的第一堂课程 我们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